大家好,今天刚刚获得的消息 法国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法国试射的是M51 进行了弹道导弹试射 法国国防部已经证实 试射在没有进行核试验的情况下进行 法国国防部的负责人勒克努尔表示 这测试证明了法国核武器的有效性和质量 据了解这次试射的是M51洲际弹道弹 携带了6到10枚核弹头 而且M51的机动性非常强 可以绕过现有的包括美国的防空系统 M51是阿里亚纳集团生产的 主要部署在法国的海军核潜艇 以取代M45洲际潜射导弹 M51首次部署是在2010年 导弹由三级亚联5号运载火箭的 固态燃料辅助火箭进行推进 这枚导弹总射程达到11000到6800公里 它可以携带多目标重返大气层 导弹是由80年代法国宇航开发局设计 96年开始改名为M51 最大的载入速度可以达到25马赫 所以它也基本上无法拦截 该导弹包括制导 都是使用伽利略系统 也就是欧洲的伽利略系统 它现在主要搭载的平台 是在海旋级核潜艇上进行搭载 这是昨天法国方面试射洲际弹导弹 那么与同时 法国方面试射的同一天 美国的平流层侦察机也进行了测试 根据在新墨西哥州测试的结果 这款无人机可以升高到20公里的高度 停留层 停留大概24个小时 太阳能板如果能够进行充电的话 那么它可以在空中停留一年 在俄罗斯方面 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抵达了哥密利 卢卡申科在哥密利视察了部队 哥密利在靠近基辅 在这个方向 与同时 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还公布了画面 白俄罗斯的M20 中国的当地叫波洛涅兹M型多关火箭炮 服役以及发射中国的M20 导弹的画面 这是白俄罗斯方面公布的 波洛涅兹M实际上是可以同时打8个目标 射程达到300公里 自16年起在白俄罗斯服役 根据中国和白俄罗斯2013年协议开发 使用的是A200型高精度301 301毫米的导弹 射程的是200公里 由中国的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简称第一研究院开发 该研究院也是中国国有的航天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一部分 波洛涅兹的导弹还包括 中国的航空航天公司 为出口开发的M20战术导弹 除了多关火箭炮以外 还包括M20导弹 所以白俄罗斯现在装备这两款导弹以后 可以覆盖整个东欧地区 包括覆盖现在北约在波兰 在波罗的海的这三个国家 你看波罗的海三国 基本上都可以被白俄罗斯方向覆盖 这实际上也会改变未来 维尔纽斯、立陶宛和台湾合作 包括拉图尔亚、爱沙尼亚 未来在台湾 在本国设立台湾代表处 你可以和台湾合作 你可以和台湾合作 波罗的海三国 和波兰 包括捷克都可以合作 但我中国唯有权利向白俄罗斯出口远程打击武器 而且射程300公里 并不违反任何的出口协议 中国导弹的弹头重480公斤 这是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昨天公布的最新的数据 而且射程是让中国可以调的 未来可以达到500公里以外 500公里到800公里就可以完全覆盖 大家可以看完全覆盖整个东欧 也包括这个捷克 对德国实际上也能产生一定的威慑 所以欧洲未来对中国的态度 也会影响中国和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所以你看波罗的海这三个国家 不断的对中国进行挑衅 他以为中国拿他没有办法 但中国的导弹现在已经到了白俄罗斯 就部署在明斯克 所以实际上东欧这些国家 我觉得还是被美国当了工具 现在俄罗斯方面也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吉尔金 顿尼斯克原国防部长吉尔金 他已经被逮捕 他在监狱中宣布自己参加2024年俄罗斯总统选举 伊格尔斯雷科夫 他在省前居住中心的一封信中报导了这一点 那俄罗斯的这个斯雷科夫运动的联合主席奥列格内尔辛 在新发布会上宣读了吉尔金的这封信 吉尔金呢 他是原顿尼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长 他和这个已故的瓦格纳的领导人 瓦格纳集团的这个 布里格金啊 实际上双方是死对头 因为都是公文兵啊 他们实际上都有各自的利益 在顿尼斯克啊 这个吉尔金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开始 他实际上就在乌东地区啊 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且他指挥了 俄罗斯的这个迎级战术群啊 夺取了顿尼斯克 卢干斯克的大片土地 他现在呢 被保护起来啊 关在俄罗斯的拘留所里面啊 那现在实际上他参加2024年俄斯总统选举啊 这个情况里看 他实际上是有从政的想法 但是现在来看普京啊 这是他的亲密性啊 但现在看普京呢 我觉得对他啊 未来呢 更多的是打压啊 不会是再利用他 因为他现在实际上有很多的消息说 他和俄罗斯的反对派在合作 包括和这个车臣的卡斯罗夫 包括和这个已经死亡的普里格金 他们私下都有关系 金尔金虽然公开说 他反对普里格金啊 反对这个瓦格纳集团 但实际上现在来看 瓦格纳集团背后就是普京 他难道不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 那他这么说的话实际上是作戏 因为他和这个普里格金 和这个车臣这些人 他背后有很多盘根错节的关系 特别他们都从情报机构出来了 他掌握很多俄罗斯啊 不能公开的一些事情 包括他90年代初啊 在这个科索沃在塞尔布亚 参加这个波黑战争 有很多事情呢 是不能让他对媒体公开的 所以俄罗斯未来 我觉得是不会释放的 他会一直在普京的控制之下 这个参选2024年呢 我觉得也是为了打政治牌啊 给他自己未来的这个宣判啊 获得一些筹码 但是他在俄罗斯年轻人 特别是普里格金死亡以后啊 他在俄罗斯的这个年轻人里面 特别是长期关注顿巴斯局势啊 这些人里面 他实际上是有影响力的啊 有很多顿巴斯的一些这个 战争的走势 还有一些解读 他的解读是非常准确的 也说明他实际上是知道内幕的 还在观察 2024年俄罗斯这个总统大选啊 这个基尔金的参选 我觉得不会影响普京啊 不会影响普京的这个连任 那么今天呢 在扎布洛前线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消息 在巴默特前线呢 俄军呢 今天摧毁了乌军在巴默特方向的 装甲车 那摧毁乌军装甲车呢 是发现啊 装甲车里面有人体器官 容器啊 这是摧毁的美国的 MAXS PRO装甲车 那摧毁的时候呢 从这个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啊 发现了一个白色的 被火融化的白色的盒子 大家看啊 被火融化的盒子啊 就是这个人体器官的这个 转运啊 转运箱 所以现在俄罗斯方面怀疑啊 在前线很多士兵啊 他在死之前被活摘了 活摘了器官 因为这些人呢 实际上呢 他的很多器官啊 如果送到后方的话 可以作为啊 其他活体的这个移植器官 所以前线的很多 对吧 受伤的士兵啊 燕一溪的士兵 他的很多器官啊 就在前线被直接手术摘除 而且是在美国军车内进行的 所以这也是非常恐怖的消息啊 那么今天的俄军呢 在拉伯蒂诺方向这个战斗啊 俄军呢 俄军呢 还是击退了乌军的进攻 而且还俘虏了乌军 画面中也可以看啊 俄军摧毁了 美国的M1126史塞克装甲车 装甲车呢 唯一的幸存者 从车内啊 大家看 从车内跳出来 全身烧伤 严重烧伤啊 整个一台车的 乌军士兵只有他一个人活下来 这是今天前线啊 播放的最新的一个视频 那乌军那个夏季反攻啊 大家看啊 这个士兵被俄军救下以后啊 进行清理 夏季反攻实际上呢 失败以后呢 在扎破了前线啊 乌克兰武装部队呢 他整个的这个进攻也在进行总结 根据现在第47旅他的这个前连长 接受媒体采访的回忆 说整个战斗呢 俄罗斯呢 现在只使用一种方法 就击败了鲍斯坦克和巴拉德利 俄军呢 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啊 对乌军呢 进行了这种大工的打击 阻断了在拉布地诺 这个方向的进攻 按照乌军原先的设计呢 是乌军反攻的第一天 就能夺取拉布地诺 但实际上呢 俄军用了六个月时间 在拉布地诺方向 阻止了乌军的进攻 那这个47旅的连长呢 反应 俄军呢 每次啊 在乌军进攻的路线上 都能够提前预判 而且都提前使用火力 包括反弹和导弹进行打击 还进行远程布雷 也说明呢 实际上乌克兰的很多的情报 被俄司坦克提前就获得了 那这些士兵啊 这些乌军士兵 每一次出击 实际上都是去送死 每一次啊 进攻的话 俄军早就知道你要干嘛了 所以六五月的时间 连拉布地诺呢 没有突破 原计划是第一天就突破拉布地诺 然后呢 包围托克马克 打了六个月 那他也谈到乌军的第47旅呢 实际上是乌军最精锐的部队 但是自己的伤亡也非常惨重 你可以想象其他的部队 那个伤亡情况 也说明实际上在拉布地诺 在奥利霍方向又形成了绞肉计 大量的乌军的这个 有生力量被消耗在这个方向 那今天在哈尔科夫方向啊 也有最新的消息 哈尔科夫的库布扬斯克 那么库布扬斯克方向呢 俄军呢 现在已经推弃到基姆科夫卡方向 那在距离不远的地方呢 俄军开始集结 乌军的第54联合突击群 现在在这个方向进行防御 新科夫卡至利曼方向呢 现在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啊 只有灵情的一些枪战 那由于奥斯克尔大部分 第一奥斯基尔河方向的过境点呢 都被俄军摧毁啊 渡河点被摧毁以后呢 乌军现在在整个奥斯基尔河对岸的补给啊 主要是通过波罗瓦亚来增加这个后勤补给 库布扬斯克的乌军呢 现在预备队啊 数量呢 现在进行了补给以后呢 整个防御部队的人数 现在是非常充足的 可以进行一定的防御 但这样的话 实际上俄罗斯方面呢 也判断啊 乌军呢 被迫留在该地区 以加强防御 实际上这一部分部队军心是不稳的 因为他实际上知道自己后勤补给 被俄军切断 即使他越过奥斯基尔河 在库布扬斯克进行防御 但他知道后方一旦被断 这些补给 补给线包括渡河的桥梁被断 那么实际上他们军心是不稳的 那在库布扬斯克到杜德恰尼一线呢 孤军呢 增加了啊 一个庄稼旅 这个庄稼旅的编号呢 现在不明 现在在向杜德恰尼方向移动 那如果这些坦克部队呢 抵达了杜德恰尼 并越过奥斯基尔河的话 那可能呢 会对俄军北部阵线产生影响 就在利曼方向 利曼方向的后方 乌军会发动反击 所以杜德恰尼西部 俄军呢 发现乌军还部署了汉马斯 也就是说要在利曼北部 可能要度过奥斯基尔河 可能会有新的行动 俄军呢 也在这个方向进行了密集的侦查 预计未来几天呢 俄罗斯纵身 特别利曼到杜德恰尼纵身 可能会遭到乌军大功能的攻击 所以在杜德恰尼啊 叫德乌里奇纳 从这个方向 乌军可能会进行一定的反击 俄罗斯国防部也公布了啊 最新的战报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那库布扬策方向呢 西部集团军啊 在航空兵炮兵的制燃下呢 击退了乌军67计划旅 在库布扬策的两次进攻 哈尔科夫的新科夫卡方向 乌军第43 53计划旅 第13地突击旅 在哈尔科夫的伊万诺夫卡 扎鲁戈伊夫卡 遭俄军炮击 乌军损失30人 两辆皮卡被摧毁 洪丽曼方向的中部集团军 击退了乌军24 47 63计划旅 在卢干斯克 迪布罗瓦方向 还有比特罗斯科耶方向的进攻 乌军损失200人 两辆转甲车 三辆汽车 南对尼斯科方向呢 南部集团军的航空兵和炮兵配合下呢 击退了乌军第30计划旅 突击部队在库雄莫夫卡方向的进攻 乌军第22 第24计划旅 在石切耶夫卡 安德利耶夫卡 瓦修科夫卡方向 损失达到180人 一辆布拉德利乌军战车 三辆皮卡 一门MST杠币榴弹炮 南顿尼斯科方向 东部集团军 在陆军航空兵的配合下呢 击退了乌军79空中突击旅 顿尼斯科米哈尔路夫卡方向的攻击 在旧马约尼斯科方向呢 乌军第128国土防御旅 遭俄军打击 损失70人 两辆装甲车 两辆汽车 还有一套美制的TPK50反炮兵雷达 扎布拉方向呢 俄罗斯击退了乌军65 118计划旅 在拉伯蒂诺方向次次进攻 在拉伯蒂诺 威尔伯尔方向呢 乌军33计划旅 80空中突击旅 遭俄军打击 损失达到140人 一辆坦克两辆装甲车 三辆汽车被摧毁 赫尔松方向呢 乌军在阿列克谢夫斯基岛 福罗洛夫岛 卡西卡罗夫地区 遭俄军炮击 损失75人 四辆汽车 另外呢 还摧毁了美制的M7机器火炮 两门MT杠币流弹炮 还有格沃Z卡自行火炮 地摩比罗斯克地区呢 叫洛佐瓦特卡机场呢 乌军的一个航空弹药库被俄军摧毁 基辅州 卡尔皮洛夫卡附近和日陀米尔州 亚历山多罗夫卡附近 乌军两个弹药库被摧毁 哈尔科夫沃尔昌斯克地区 乌军第一特种部队的一个弹药库被俄军摧毁 奥德萨州 维哥达定居点附近 乌军的燃料仓库被摧毁 黑海海军航空兵 黑海塞瓦佐布尔以西80公里处摧毁了 一艘再有登陆队的高速乌军快艇 七艘快艇全被俄军摧毁 另外呢 拦截了两枚海王型反舰导弹 五枚海马斯多方火箭弹 还有20架的乌克兰乌人机 在哈尔科方向被俄军摧毁 另外呢 今天早间乌军的乌人机袭击着莫斯科 主要是对昨天俄军大国轰炸的报复 这是在莫斯科 莫斯科地区 无人机突破俄军防空系统 在这个高速路上 在高速路上 坠毁的画面 整个高速路呢 已经封闭啊 这是前往莫斯科 在莫斯科州 现在呢 乌军的无人机呢 能够突破俄军的这个防空系统 现在实际上越来越难 因为现在俄军对无人机的整个的防御 现在体系建立非常完善 那这架无人机能够突破俄军的整个的防御 那打到莫斯科也说明了乌军现在他的无人机 整体实力也在登墙 所以我还是提醒在莫斯科的华人 也要注意安全啊 现在俄军对乌克兰的大规模轰炸 乌克兰随后就会对莫斯科 对俄周边地区 基础设施 能源设施 军事设施 都要进行报复 这是今天的哈尔科方向 以在拉布地诺方向进行消息 我呢会持续关注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提醒